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华为手机进行刷机全过程,刷机教程 这个可以针对所有的华为手机 大家先下载我视频下方的这个固件包 把这个固件包,大家给它下载到内存卡 而大家需要准备的是把这个手机,把这个TF卡要大于两个G 最好四G或八G 这内存卡,然后通过读卡器把这个内存卡插进电脑 插进电脑,然后把我视频下方这个固件包下载完之后 通过解压,解压进电脑,然后解压进电脑之后 里面有个文件点 把这个文件点,把所对应的文件点复制进内存卡 复制进内存卡的根目录 根目录,大家进那个TF卡 内存卡时不要,不要点进去任何的文件点 千万不要点任何文件点 大家只需要原本不动,把我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刷机 固件包,华为手机的刷接固件包,解压之后这个文件 原封不动的 复制进这个 原封不动的复制进这个内存卡的根目录就开了 然后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我这个 这个文件点 这个文件点啊 文件点里面是否有这个 这个文件点的名字是D-L D-L-O-A-D D-L-O-A-D 这个文件点 D-L-O-A-D 大家把这个文件点复制进内存卡之后 大家再检查一下 D-L-O-A-D D-L-O-A-D 这个文件点内部 这个文件点内部是否还有个APP 这个APP的名字是UPDATE.APP UPDATE.APP 就在这个文件点内部 大家检查一下 如果这个文件点内部 如果这个D-L-O-A-D 这个文件点里面是空的话 大家需要重新下载 或者重新减压一遍就可以了 大家只要把这个文件点里面 这个UPDATE 这个文件 这个大概一G左右 一G左右的文件 复制进这个内存卡 要TF卡之后 根目录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然后把手机 华为手机关机 大家一定把这个华为手机 给关机 关机完之后 把这个内存卡插进手机里面 然后在关机状态下 大家同时按住 华为手机的音量加键 和音量减键 并且再按上关机键 开机键 开关机那个键 同时按三个键 在华为手机关机的时候 同时按三个键 大家看同时按 这个音量加键 大家看音量加键 音量减键 和这个电源键 同时按三个键 在关机状态下 同时按三个键 大家知道吗 大家看啊 同时按三个键 一二 这是两个键 同时按着三个键 同时按三个键 直到华为手机出现进度条 为止 大概会持续 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到 就十分钟左右吧 十五分钟 它就可以自动刷机了 就可以自动刷机了 它这个是强刷拢包 不管你的手机问题再严重 针对所有的华为手机都可以适用 大家一定要特别牢记 把这个文件件 解压完之后 解压完之后 原封不动的复制进 你的TF卡内存卡 然后复制完之后 重新插回你的华为手机里面 如果你的 你的华为手机是 内部储存的话 大家复制进 你的手机 那个主内存就可以了 主内存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再关机状态下 然后再把华为手机关机 关机之后 同时按照音量加键 音量简键和电源键三个键 同时按 大概五秒钟 五到十秒钟之后 会出现进度条 进度条上面可能是 instll等等这些字幕 大家就可以 再等十五分钟左右 它就可以自动 把进度条锁完 就可以自动刷机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就可以自动刷机了 它进度条可能大部分都是 有的是unpacking 有的是这个形式 它会出现这unpacking 还有的会出现installing 只有这两种方式 它大概自动走十五分钟 它就自动刷机完了 然后再次装机